有用户反映我的一个DAD的图纸 宽度我们测量一下 宽度是为40 接下来我们使用中奥3D去打开这个WG文件 我们在这里测量一下这个产品的宽度 大家发现测路到中奥3D之后 这个宽度从40变成了1016 打开计算器 1016除以40 发现正好是25.4倍 25.4正好是通质和音质的倍率 我们重新回到CAD栏 在CAD里面 你检查下当前的CAD图纸 我们输入UN 打开图形单位和对话框 在这里很清楚的能看到 当前图的图形单位是音质 这是因为CAD图纸它是音质的 音质的CAD图纸 跑入到光3D里去 因为光3D默认的模板是音质的话 那么它会把图纸移动的乘以25.4倍 如果我们画的图 40不是公质而不是音质的话 我们要在图形单位这里 把音质改为毫米 确定 图形再测量一下 这个时候标注的是40 它却是公质的单位 40毫米而不是40英寸 把当前的CAD图纸 进行保存 重新回到中望3D 再次测量 当前的零件的宽度 这时从音质改成公质之后 再使用中望3D打开 这时候测量处的尺寸 和用户想要的 40毫米的 公质的尺寸 都一致了 所以 对于用户反映了 这个中望3D的问题 这锅 望3D 可不背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